昨天陳熊昨天在萬華廣照宮去參拜 然後會後座臺上好像忘記關麥克風了 他說這個擋疫苗 他反問說我是瘋子嗎 為什麼要擋疫苗 陳熊不是瘋子 但人民也不是傻子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慈濟也都出來公開還原當時採購的過程 其實不管是陳熊本人 或是操控他背後的這個幕後黑手 當時阻擋疫苗護航高端 其實民眾都看在裡面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也說明為什麼 陳熊你到今天你竟然要把疫苗採購合約 封存30名 不願意告訴民眾你高端一劑買多少 你每一劑多少劑到貨的騎乘 這些資訊也不願意接受國會的監督 這是身為指揮官你的失職 你就是這麼黑箱 所以現在包括民間團體已經說了 當時就是有人在阻擋疫苗 所以這樣的真相 你透過不斷的否認行政院出來 開記者會也好 都無法解釋 你把疫苗採購合約封存30年這件事情 你就是不願意公開 有太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這真的是網顧人民非常惡劣 委員再延續一下剛剛那個疫苗的問題 因為王必勝說黨疫苗是政治操作 選舉期間惡意操作 然後還怪說是有中國政治力介入 而且這磁劑也被親綠媒體嗆 當時我們都非常感謝民間團體 包括慈濟 包括紅海的郭董 包括台積電 能夠捐贈1500萬劑的疫苗 讓台灣民眾能夠即刻的渡過疫情這個難關 也解救也確保台灣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但是現在當民間團體慈濟出來 只是還原當時採購的過程 也說這些也不是逆心 也都是媒體報導過的事情 結果因為跟民進黨不同意見 民進黨就把人家打成中共同路人 污衊民間團體 竟然要這樣攻擊宗教團體 這是非常遏制的操作 這是民眾絕對無法接受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不管是跟民進黨不同的意見 或是阻擋到了民進黨人意 他們就直接發動撤意 發動網軍攻擊民間團體 攻擊個人 其實這樣的操作 這樣的執政氛圍 其實會讓人民非常痛心 也感到憤怒 所謂的視頻